好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4号 四川省举办2023川台农业合作发展交流现场会 台湾苗栗县农会 全国台企联农业委员会 及有关台湾农民创业园 台资农业企业负责人等近130人参会 两岸专家学者围绕 推进国家及台湾农民创业园健康发展为主题 深入探讨 认为两岸农业产业互补合作前景广阔 要携手建设好园区平台 引进支持更多台农台企来大陆急剧发展 四川 重庆 安徽等省市四家园区两家企业现场签约 会议期间还举办台湾与潘之花农特产品展 组织走进研编台湾农民创业园参观考察